今天临时加塞一个话题啊 就是把林生冰这个事啊往后一放 为啥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林生冰这个事吧 与我这几期要讲的这个事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熟悉我的小伙伴也听出来了 事吧是挺严重的 这源自于什么呢 啊 源自于前几天我发了一条动态 这个背景是啊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事件背景 那天我们的这个国拼混双失利了 失去了冠军的宝座 本来啊这个比赛有输有赢很正常 但是当时我在屏幕上看到这个日本小妹子都高兴成这样了 我就预感着这日本肯定要利用这块金牌大叔特殊 所以我就发了这样一条动态 我就说了啊 混双这块金牌估计够小日本子吹一百年的了 这里啊这个小日本子我还特意用逗号隔开了 我这么做呢是怕给我把这条动态和谐了 毕竟我知道小日本子跟日本的区别 可我又想了想还是用了小日本子这个称呼 原因大家都知道我一向都说我是无良资媒体 我对这个自己的这个道德要求啊不是很高是吧 所以我只能用我狭隘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 那么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 就是我的粉丝们都在跟我讨论这次乒乓对决的一些技术性问题 包括这次比赛的一些失误与经验 当然了啊 我不是很懂 我也不专业 我就不太敢发表我自己的观点 怕人说我外行评价内行是吧 当然也有说日本耍赖场地变小吹球擦桌这个事的啊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评论 发现这个话题啊我也不怎么回 因为我不想让这个话题朝着我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 我仅仅是猜想了一下小日本子以后会拿这一块金牌做文章而已 就这么简单 就是简单的吐个槽啊 你看这句话 除了能看出我对待日本的一些态度问题之外 其余的可以说我都没提是吧 可我就感觉但凡是什么事啊 我们这些up主说出来之后啊 就跟那百岁老翁叙叙一样 他抖楼不干净你知道吧 本来就一句话的吐槽这么点事 就非有人非给我上升到格局上面去 我他妈也是见了鬼了 这大东亚共荣圈的梦啊 你都粉碎了多少年了 竟然还有人一提日本就跟我讲格局 我就给你们念念这个干女子的评论啊 你是怼天怼地怼习惯了怎么着 什么都怼 人家靠实力拿金牌 你说人家小日本你大在哪啊 你有格局吗 就小伙伴们啊 我首先我是真没想到 我就吐个预料日本的槽而已 怎么他就阅读理解出了这么多共生层次的意思来 我一来否定日本靠不靠实力了吗 这个我们之后几期节目再说啊 二来 我叫小日本子 跟他靠不靠实力有什么关系呢 说我大在哪 说我有格局吗 我就很好笑啊 我也没对你说我很大 你忍一下啊 对不对 我提一嘴小日本子我就没有格局了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格局 大家都是一个起跑线上的网民 都是付费上网 你别跟我谈什么up主怎样怎样的 现在咱俩的话我都给截图了 拿出来让在座的观众给评判评判 咱都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好不好 你既然敢说 必然就不怕被人看到 我既然敢放出截图 我也不怕被人说我小心眼 我是什么呀 我是无良自媒体吗 我不干点无良的事 我都对不起你给我提供的这些素材 还说什么像你们这样心胸狭隘的只会无形中增加中国队的压力 我就预测了个小日本会拿这块金牌做宣传 我就给国拼增加压力了 我就否定了国拼的努力了 你从哪个字面上看出来的 当然了也看出他实在是找不出我诋毁国拼的证据了啊 所以就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去说这个事 日本吹求自己打自己的脸是恶心 但是忽略了其背后实力直接骂小日本 是一个已经上到了up主该干的事吗 我就一脸问号了 你从哪看出来我忽略人家实力了 混双打得很胶着 都都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我就说了一个小日本子 我就是不上道了 那我问你 我要上什么道 什么是道 你的道跟我的道冲突了 那么咱俩谁的道是对 谁的道是错 还是那句话 我说一句小日本子会拿这块金牌做文章 事实上他们也这么做了 证明了我的情理之中的预言 怎么就你心痛到无法呼吸了 我跟你说宣传 你跟我这扯实力 这里我还提醒各位去看一下这桃源动态啊 这就放在那了 我也没删减什么 你们看完了总归有自己的评价 我就不多赘述了啊 然后我就回复了一个质疑他言论的评论 他就跟我说我这是拉帮结派转移话题 关键前面我说的那些话 他也一句没正面回答呀 我说我仅仅是猜测这块金牌 是被日本拿来做文章的 他就说我否定国平的努力 给人家造成压力 我说你说话要讲正句 我哪一句否定了国平的努力 给人家造成了压力 他就说我否定了日本实力 我说你从哪一句看出了 我否定了日本的实力 他就给你扣一顶帽子 说你身为一个20万的上道UP主 不该干这个事 零点没等我回他的时候 他就说我转移话题拉帮结派 我都感觉我有马威威的味儿了 你知道吧 快谁给我来点福利 然后我就回他了 当然了这个话有点硬啊 大家自己看啊 然后他就回 小日本子是不是侮辱性词汇 我就问问你20多万粉丝的UP主 该不该在正常的日本运动员上 用这个词 应不应该 那我就问你人家靠实力赢的 你骂小日本是什么 嗯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 我说的这句话应该是针对日本的官方媒体 他们才会拿这块金牌做文章吧 啊 那么现在这个水谷损 不就是被日媒吹成了中国队无人能及的了吗 我不跟你谈咱俩的立场 对立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屁股歪不歪 我只想跟你讨论一下我说这句话的问题 你前面说日本吹球是自打自脸 现在又说人家是靠实力赢的 我不该骂小日本 到底咱俩谁打谁的脸 然后这位又开始了舍战群儒 还让我别扯淡 人家关注点在比赛上面 自然没空搭理我 说别人看不到我的错误 然后他就得选择装香 指出我的问题是有错了吗 首先这算不算错误 我不跟你掰扯 是不是什么叫人家没空搭理我 搞得好像所有人都站在你的立场上人样 你没看见那么多人怼你吗 到底咱俩谁选择性装香 是不是 这个问题就很搞笑 逻辑有问题 然后他就说了 我问问你 连续四个字三个标点符号 你这叫人话 终于在我一番胡搅蛮缠的硬嘴之后 他放喘话了 我就要看看你个没担当的东西 能嘚瑟到什么程度 各位也听出来了 又说我没担当 我怎么就没担当了 霸气外露 找死 我身为一个up主 我能用我的账号发出来一个我想说的话之后 我宁愿跟你互赌 因为我也没删 我怎么就没担当了 如果说都美竹那一期视频 我删了是因为跟大家的理解不同 不合时宜 那这次的日本这个问题 我就要跟你用钢到底 这就叫没担当啊 叫个小日本的 这就叫没担当是吧 咱俩说话 我叫你拿证据 拿证明 来证明你诬陷我的这些事是存在的 你一直都拿不出来 一直在转移话题 子虚雾有 咱俩谁没担当啊 而且我一直说 咱俩意见不同 立场不同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你取关吧 我不留你啊 是吧 他就是不 他就非要跟我互腿 我就说赶都赶不走 他妈的烦死了 可以看出气得我 爽言爽语都出来了 各位也都知道我是真的上火了 就气啊 总有一些人 他不管你究竟是吃了几碗粉 他要的不过是你剖开肚子之后的囧态而已 然后你死了 他就会拍拍屁股走了 我知道你只吃了一碗 然后他也明显是急了 开始的人身攻击 你当然不会认为你有什么错 你不会真觉得网上怼两个虚拟的人 就把自己捧起来的吧 你的三观可真是歪得离谱 你做的每期节目 不都是在把那些狗明星歪到离谱的三观 到头来 人家赢个金牌 你赶着小日本小日本的 还说我三观有问题 我劝你承认一下 你这种题材的up主 加上你这个死要面子的性格 舒达招风 懂吧 别干着干着把自己干倒了 杀人还要诛心 好可怕呀 你看看 什么叫杀人诛心 这就叫杀人诛心 他就要从你up主这个身份 彻底推翻你 消灭了你这个人 还要否定你存在的价值 但是这人就很双标 日本人不能用小日本子称呼 那么明星就可以用狗明星来称呼 我三观歪不歪我不知道 各位自由评价 但我三观歪不歪 不是他一个人评价就可以定性的 就是哪怕到现在他都没看到我这条动态是想表达什么 或者就是唇装侠 然后说我死要面子 我就笑了 之前他跟人说是吴亦凡开始关注我的 然后催公马薇薇的视频都在 现在为了他对大日本自己感兴趣的明星八卦也不追了 甚至跟关注的up应该到底怎么敢都赶不走 你可见是谁在死要面子呀 这话都读不懂我其实到这里也更愿意相信 他不是一个立场有问题的人 但是我突然发现像这位一样的人还大有人在 你像这位人兄就说了 光是发的文字和解释就看得出这个up主的人品了 有够撒泼的 你也不用理取关就得了 根本价值观不同 不用和他吵这么多 无用 你看看 从三观已经上升到了人体 还撒泼 一股子高高在上的味出来了 有没有 无语啊伙伴们 我是没想到一个小日本子能出来这么一档子事 我跟你们说这一期节目 我就不问你们要三连我也不惯着他们 然后又一位连名字都没有的伙计出来说什么 别跟这种有脸说没脸承认的up主计较了 这种双标狗太多了 我哪里双标了 你一个连名字都没起的人 你在这说什么话呢 是谁一直在双标啊 谁不承认了 不多说了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我说小日本子重要吗 不重要 我回击他们重要吗 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呀 没有你 对我很重要 就是老粉应该知道啊 我其实是一个挺爱发动态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事的up主 因为我很喜欢跟你们这些我看不见的朋友们分享我的生活 如果不是把你们当朋友 我不会说这些说实话 有些 有些个人 有些个人自我的一些动态 聪明的up主都想方设法的规避一些屁股问题 比较在圈钱这个方面流量是最主要的 粉丝嘛 就是点击量 就是跟甲方爸爸谈钱的资本 我呢 也没有想这么多 我就想 如果有一天我自己的账号 我自己都不能说出我自己想说的话 那还有啥意思呢 我不如自己找个班上得了 最后老规矩 本期点赞数如果还能破五千的话 我们聊完林生兵之后 我们就来聊聊 在这些人眼里的靠实力的日本队 这次奥运会究竟做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数换